凯卫 现在请各位议员提出咨询 好 图建议员请发言 主席 县长 副县长 各位 还有我们议会的秘书长 各位列席的局处首长 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本期这边第一天 想请教一下 我们那个厂发处处长 我想你对这个职务 比较了解 比较掌握到 就是有关于 我们今年度所谓的 渔船 装设AIS 自动辨识系统 我想请教一下处长 就是对于我们政府的政策 我想这个是一状美意 那么现阶段 我们对于 三板跟小渔船 整个安装的情形如何 这我想也保障 我们所有渔民相亲的 一个生命财产的 一个保障 这方面执行的效果如何 主席才是 请处长如何答复 好 请处长者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苏建议员 对这个议题的关心 那主要是渔船的追踪系统 那现阶段我们 目前主要是 因为也有一个疫情关系 那我们现在相亲渔民觉得说 他晚上时间 我们本来因为疫情关系 是2点到11点 晚上11点到隔天 凌晨2点必须这船要回来 那我们疫情关系 那我们也鼓励 因为用这个模式来鼓励 渔民说你有装了AIS以后 那我们就所有的雷达系统 都可以扫到你的船 你再有并靠 你回来就是隔离14天 所以目前这个AIS 我们现在都鼓励渔民在安装当中 所以您提到的小渔船跟扇板的部分 因为它是没有规定 没有规定 但是我们也会希望来鼓励他们 来安装 因为它只要是7T3 20吨以上的船 才安装这样一个AIS系统 那也只有这样的渔民 他们才有所谓的 可能会超过 近限制水域 来做所谓的捕鱼的工作 所以我们为了要防止 也给渔民有些便利 就是说不要让他们说 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2点 他如果去不收这渔货 渔货就臭掉了 所以我们也体恤渔民 所以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措施 中央的政策 行政院入回中央的政策 不是第一顺位是三板跟渔法 第一顺位是三板跟渔法 是优先的装AIS 请问一下装AIS 是政府出钱的还是业者 本身也要出一点钱 我们目前是这样子 就是政府是有补贴 有补贴 大部分补贴 全部补贴要是吗 没有全部补贴 大部分 大部分的经费 对 就是如果是一台是2万 如果我没记错 应该是至少是一半以上 对 有补贴是补贴的 不是全部 不是如果会全部补贴 没有全部补贴 我想说政府必须要积极的鼓励 鼓励 鼓励这些医民朋友们来装 是是是 因为安全 基本上我们是海域的一个限分 是 就像本席昨天所提的 希望说有那个申请到采科证 采科证之后呢 相对的我们有AIS 那更增加它出海时候的安全性 是 比如说我们这些出海的 要去采科的兜蝶 这样 那卡勒 你这样子 你知道AIS定位在哪里 然后穿上救生衣 然后一个人再配上一个哨子 这样子 整体安全的出发 可能就会对他们更有保障 是 我想说很多是在于管理 如何管理 既然中央有这个政策 那么我们不妨积极努力一点 把我们那个余敏争取这个权益 好的 好不好 我们每天有在积极宣导当中 我们再努力 再努力 好的 好 请坐 谢谢 好 第二点我想请教 因为县长的事情太多 我就不要你回答 我请那个 第二点我想请教 我们公务处的陈处长 就是 有关于人爱一世期 这个 进度 是稳定的超企 我想 呃 陈购副也非常关心 就是说 这些施工的品质 我想到越后面的 这个工作是 越是所谓的 细部的工作 就很重要了 包括说 贴尺装啊 那个水电啊 还有这一次大雨之后 好 那个一世期里面的 屋子会不会漏水 然后后面的边坡 也没有滑落 好 那个挡土墙的那个 功能状况怎么样 这个都是他们所关心的 未来 以我们的 那个 生活的经验里面 像因为它地处于高的地方 那未来的屋排 屋废水 排放 是也没有一个庄管 直接通到人爱这个澳口 还是怎么样 否则的话 你万一再遇到大雨 或者没有做好事先的一个一个规划 会不会又流落到村庄里面去 好 我想这一点想 请示一下我们这个主席财势 请这个处长做个答复 好 请处长做答复 主席 谢谢处见引人关心 这个我们 仁爱147 示范住宅 跟社会住宅 新建工程 目前进度 已经高了43.51 那 可能到这月底 已经到45 那稳定的超前 大概是2%左右 那刚刚您讲的这个施工品质 跟污水的问题 其实最近下雨 那他们有几栋 像一栋 还有这个B栋 都灌好顶 目前看起来雨下这么大 是没有漏水 屋顶并没有漏水 这是第一点 住宅最怕就是屋顶漏水 所以他们在交制的时候 是在20小时内 一定也把它灌起来 不会二次交制 如果二次交制的话 就会造成这个渗水 漏水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就是说 它旁边的边坡 是否有坍塌 据我们最新的回报 是没有 只是有局部的落实 并没有到坍塌的境界 这部分 他们也在这个做 厂区的时候 已经做得胆强 所以看起来 是没有坍塌的情形 第三件事情 其实我们在民国 九十几年做 九十三年做好的清水住宅 有很多的民众在反映 就是他们的抛光石英庄 是蓬供 那后来我们其实是了解 它是用干式的施工工法在做 那最近 这包商跟我们这个 庄管团队 还有设计施工团队 已经在研究 是不是用半湿半干的这种工法来做 会比较好 那就是说它弄完之后 大概快要干之前 就再贴磁装 另外它也有考虑到 这个热战冷缩的效益 会在四周 会做一个大概0.5的缝 让它有伸缩的空间 那他们也依照合约 对这个所有的贴的磁装 或者相关品质结构物的部分 都有保固五年的要求 那其实在我们青水住宅 有很多的住户 到了十年蓬供 还请我们的包商 还是去服务 所以看起来 这个包商的信誉是非常好 所以我们觉得 还好人爱147的包商 当初发包的时候 是由我们地区 信誉较好的厂商来得标 以上跟苏建源报告 我想说 这些愿意留在家乡的年轻人 甚至于说 也难得在牙缝里面 经常去跟这些 那个厂商去做这方面的 沟通材质部分 我认为说非常非常重要 是 这方面你有没有顾虑到 包括说 刚刚你说的所谓的 冷缩热站的原理 马祖因为是海岛型的气候 我想你本身也住在清水国宅 应该也遇到的所谓的 对 对 大家都是住在里面 到时候 家具什么都 起备了 住个三五年 整个 整个统战起来 这是很困扰的 对不对 拿出这些 然后又找不到这些施工的 工人配合 对 我们做的希望说 比较顾虑到材质 跟未来的居住的 那个 一个材料的稳定性 稳度性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 还有那个厕所里面 假如有贴那个瓷砖的 如何 要很仔细的去检查 甚至越浅壁去敲 也没有空洞 有空洞 趕快拔掉 否则再稍微地震一震 假如说 马祖虽然不是地震蛋 我想一点点的话 可能就会整个就聚裂掉 这方面我想说 你必须要做严格的把握 是 谢谢苏建源关心 监造跟这个现场的相关的人员 我们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 由雅兴工程顾问 对工地整个的施工管线 或者是施工的状况 干净的板扎 还有相关的模板的施工 他们在工地会开专案会议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每个月 由我来主持的月会 147会有月会 这个月会 也在讨论工期之外 施工的状况 第三个就是 每个月的 这个叫做设计的单位 也会来参加月会 来讨论是否需要做一个局部的变更 所以在这个整个程序上面 跟机制上面 我们几乎是层层的把光 层层的把光 不希望有出任何状况 那整个施工的品质 刚刚你讲 我们也记取民国93年 清水住宅的一些缺失 希望在这个四方住宅 能够不要有那样的缺失 出身 刚刚你讲的彭共 他们研究过 特别从 他们有两个建筑师 一个就是 统包山的余小兰建筑师 他在整个台中市 大台中地方做了很多的标 是非常品质 非常良好的一个建筑 另外就是 赖明昌建筑师 他每个月都来参加月会 在讨论在里现场施工的情形 所以我觉得 看得出来这个四方住宅 会绝对会比93年 我们这个清水住宅要更优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目前的机制 跟整个讨论的情形 另外每城灌的时候 我们的福建建筑工会 都会check 他整个干津板扎的情形 模板配的情形 最后才同意他要灌奖 所以我看得出来 这种施工品质 为什么 我们公家去盖一个住宅 他要三级品管 层层把握住品质 所以看得出来 我们为什么人家讲 我们上次 我们现在的考察去看的时候 真的是 真的是四方住宅 要比民间的要严格 严谨 然后所有的材料 要干津 要看拉看拔实验 混泥土 要看压实验 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实验 都希望盖出来的品质 会是大家满意的 我们要跟苏建宇报告 绝对是CP值很高的一个住宅 推出来 谢谢 我想大家期盼 希望是这个样子 是 我想说有清水的国民住宅 还有现在冷暗14期的 所谓释放住宅 但是一般是政府盖的 几乎说 都会引起人家的一个疑虑 为什么 你看台湾那些 像那个 那些 在那个 呃 所谓的 以前那个 阿兵哥的那个卷圈 再去盖国宅 国民住宅 对像那个大拿那边盖了之后 哇那些反应之后 哇那里漏水 这里漏水 所以价钱也卖得 几乎 很便宜的 来卖 后面那里漏水 这里漏水 这变成很大一个购壁 我想我们应该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我想你身为这个处长应该 相关党委做好这个把关 是会 好不好 好 谢谢 那另外第二点我想请教你 就是我们重大工程的施工 这些 有没有跟贵处那边挺出申请 就像说昨天晚上我听到 像县经历说 那那么晚了 快九点了 佛奥那边还在打那个集装 碰洞碰洞碰洞 就是 那么晚了施工做什么 做什么原因 那么晚了还在施工 另外 现在 大家这个所谓的马路很临近 然后一到夜晚大概就很近 很近像 他说那个 接受 那个 所谓运动场 也是有在灌江 然后那个低迷的声音 让人家感觉很不舒服 像这些 也没有时间性的限定 比如说你晚上 几点 八点以前 你要把工程做完 否则你不能做到十点 十一二点还在做 是不是有这种 已经有这个现象 百姓有反应 我们到底对工程的管理 也没有做这方面的一个要求 是 如果是晚上十点以后 尽量不要做这种震动的工程 对 因为这样子会影响人家睡眠 那我在想 可能是厂商就赶 赶时间是希望能够定位 或者是赶快把它做起来 所以会不会有超越时间 这个我们下去会研究 就请他们原则上在十点以后 是不要再施工了 这我们要求他们 至于介绍的部分 据我所知 应该是 呃 城镇之心的工程 他们正在赶工 但因为天气很好 晚上他们就想赶工 赶快把它做完 所以这个 我们 其实是可以要求他 晚上几点以后 就不要再施工了 把工地 安全好 这样子是可以要求的 我想相对的夜晚施工 可能 那个风险也会增加 是 进而影响到我们 周边居民的生活的安宁 是 我想这方面 我们是不是跟他沟通协调一下 看哪种方式 是 尽量不要做到老 我们会尊重居民 住的这个宁静跟安全 他如果要求 我们会要求 这个包商 能够配合 就要尽量配合 好的 好 请坐 好 谢谢苏建议员 好 下一题我想 请教一下我们那个 交通旅游局局长 在那个 今年的 那个联合报 登得很大 说 我们马祖 要成立第二座的 什么 暗空公园 因为现在我们台湾 有 河环山的 河环山的 暗空公园 呃 年终已经通过 非引力事业组织的 IDA的认证 好 他说我们马祖呢 即将在 大丘岛 要 申请 那个 所谓的 IDA的地界 然后要申请 作为 台湾第二座的 岸空公园 岸空公园 请问 局长 这个计划是 柜局提出来的吗 还是 我们 我们县福知道这个 这个 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吗 然后他这个要经过 台湾岸空协会 会长 那个 林郑修 在申请 国际岸空协会的一个认证 我们县政府要给他什么样的一个支持 我想说 在 岸空公园这个 争取上 可能 就是所谓的 无关害的一个 一个 欣赏天上的星星嘛 应该是这样子 他这边也提到说 甚至于说 我们马祖的 蓝眼类 很多 很多地方 是一个观测点 也应该做个 岸空的 这方面的一个设施 请问这一点是 县长回答 还是我们这个 教授流行局长回答 局长做回答 好 局长做回答 好 谢谢主席 局长答复 谢谢陈议员 那基本上 这个岸空公园 是目前我们 大概 马管处 跟我们地方政府 共同在推动的 一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 目前大概 是在 我们还在讨论 讨论 那也就是说 马管处这边 可能会在 一个申请的 一个阶段 这个是 也是有 中央那边有做 这个补助吗 还是未来是有 国家分级管理处 来做出外面 推动 配合我们地方政府的 预算的部分 应该是大概 会从观察局这边来 会从马管处这边 最后还是有 封管处那边 来 来负责推动 跟执行 是的 这个 暗空公园 顾名思义就是说 整个岛 就变成一个 暗器器的一片 就不能有 任何的灯光 然后欣赏天上的 星星 这会不会影响到 未来 我们假如说 那个大丘岛 那个通行之后 影响到这些 居民的生活起居 跟他们 做生意的 一个权益 所以 这个基本上是 无关害 应该是好的 是的 以前我们马组也都是 战地政务其实也都是 黑漆漆的一片 所以说灯光不能外泄 这是好的 那现在才 目前现在已经 采取了观光立线 观光立线 就是所谓的 那个 灯光明亮啊 什么 为了有客的安全 走的跌倒啊 什么一大堆的 这方面安全性 跟那个 所谓的 视觉的一个享受 而且暗空公园的话 那表示 都不能有任何灯光嘛 然后整个晚上都是 黑漆漆一片嘛 那这边按照他们这样子的说法 它是很严格的 它是国际跟日本啊 那国际是 接着跟那个日本 什么 琉球群岛 什么 就这个 那个结盟 和何方山 将是亚洲第三座 第三座的 暗空公园 等于马祖这样子能够做的话 马祖是等于说 台湾里面第二座 是 你对这个 案子了解吗 呃 我们有过几次的会议 有参加过讨论 有参加过讨论 对对对 我想说在政策实行之前 必须要充分的了解 是 了解之后 要跟当地的做充分的沟通 未来也是他们的权益 当然说 能够打开这个知名度 可能会更好 马祖也是暗空公园 也是世界级的 可能也是非常不错 反正观光力学就是做的 有的没有的这些东西吧 对不对 就像那个蓝眼泪啊 什么的 反正就是这些来打开我们马祖的知名度 好那么 第二点我要请教一下 去年度的探索梦号 也来了马祖 大概有十来探之多 我请问一下我们福澳港那个码头 这种船舶真的挺不进去吗 因为我们是国内的 算不算国际山岗 我们是国内山岗 不算国际吧 不算国际 不算国际 你看那些国际轮到马祖来 没办法挺 然后越接驳的 我们没有这种规划 要作为国际山岗吗 国际的这个这个 以后那个 游轮的一个停泊 停泊的码头 这样子 发展观光好像 蛮怪的 对不对 船停在蛇岛那边 然后再用小船拨进来 这个整个一个是 效率的问题 一个是所谓的 增加他们的成本的问题 然后又不很方便 我们也没有规划 未来的这个码头 要提升到这种 国际游轮能够挺靠的 这个条件 是 呃 谢谢成员 基本上我们大概 我们 呃 港肅建设里面 大概有在规划 也就是我们过去的 恩万 也就是现在的 防波堤这一段 大概可能要规划为 十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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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港肅建设没有 是是是 有在规划 就在我们福澳港 什么地方 就是现在的 呃 S1 S3 这外面的防波堤 就是N1 就是N 防波堤那一段 现在有提出计划了吗 有有有 有在规划里面 哦 我想说 那表示说 我们 离岛座的国际接轨 最主要还是工具 是 你没有码头 你说老半天 我们当时说 我们是国内商港 国内商港 主要目的也是说 希望跟国际接轨 能够大陆那边做 做些贸易 做生意 你码头都靠不进来 那讲了老半天 得领嘛 我想说 既然说我们要朝向 国际观光客 包括国际观光客人的到来 那么我们就具备这个条件 要把自己先建设好 然后再来 引进这方面的一个消费区 好不好 好 请坐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主席 陈彦宁发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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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